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苏联就给您呈现的水盐视频 这个视频给大家尝试的烟膏是这个 还是Settler,就是零度的一个官方混合的口味 是一种柑橘类的 我们先不看黑色,我们先赶紧做 来节约我们的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用的这个烟碗是HUKA INN德国进口的 HUKA INN的烟碗 大家已经看到我们这里有很多之前视频上做的烟包已经没有了 已经送完了 所以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论坛 拿对方的讨论来获得我们这个试错的烟膏 为了让我们的体验更好 请使用剪刀 我喜欢全切 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并不喜欢全切 你可以切一个脚然后挤出来也是可以 根据你们喜欢 然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烟膏通过这种叉子 这种叉子 你们可以有其他的叉子都可以 当然你用碳夹也是没有问题的 均匀的放置在边缘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落课了 呃我曾经想过这个过程呢就直接忽略掉 我就做好了一个再来视频 再来录视频 但是我发现这样可能不太好 因为最重要最重要每一次抽水烟最重要的环节 就是这个头 这个头没做好 细节没把握好 你的体验怎么样都不会好 所以再长再长再短再短视频 这个都不能省略 好了我们开始聊一些其他的 你看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环最近比较流行 其实我们都有为什么我们不发呢 我们也不卖呢 因为他还不够成熟 我们觉得他还有一点小小的缺陷 所以我们还在等待 但这个时候呢 呃你可以看到很多商家在发了 那第一可能他们没货 第二可能他们有货 但是他们手上是实验品 就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只有 嗯完善了以后 我们才能推荐给消费者 包括很多烟糕 呃很多客户会问 哎这个牌子挺好啊 哎这个味道不错啊 呃你为什么不进啊 呃我的回答都是 这个品牌在他的国家 并不是你所认为的那么的流行 你所以为的那么流行 就好像为什么我们有大赛 有sebra 有masshead 但是有一些牌子我们并没有 那是因为什么 那是因为在他们国家不流行 流行不流行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还不够好 不够稳定 没有经过市场的检验 那这种东西我们一会弄过来 就就感觉像大家都变成小白鼠了 然后你们来用我们这些东西好不好 然后你不好 那你不是看你自己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那这个过程呢 就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在买 那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那你可以尝试他们购买 如果你们确实觉得还可以的话 你们愿意花这个钱去尝试做小白鼠 我们是没有意见 那首先我自己呢 首先要给大家挡小白鼠 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在测试 测试我们觉得不错哎 分享给大家 然后呢这些也是一样 本来呢我是计划在这边加点饮料 但我发现如果加了以后 会影响本身这个烟膏的味道 所以我暂时不加 这个口味有闻的 我这样的闻 我不太喜欢 我很不喜欢 我要查一下翻译 它是由樱桃 柠檬 橘子 冰块 这些混合的 那我们来感受一下 好吧 感受一下 我觉得预热已经ok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那这个也是很好玩的这个东西 暂时感觉没什么味 没什么味 需要再烘烤一段时间 这时候我们再来 分析一下 或者说讲 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 它这种搭配 你看它又有樱桃 樱桃呢我不太喜欢 但是呢 橘子这些还行 橘子还有柠檬这些还行 那么我抽的时候呢 其实反正它里面的清清凉凉的味道是很淡的 然后呢 樱桃味道我抽的时候会比较重 然后其次才是柠檬还有橘子 但是这个牌子 这个口味 曾经有客户一度想全收 后来 他突然发现 哎呀 这个料有点 后来就犹豫了 是这样的 这个是可以变色的 好 现在烟雾就不错了 这种浅浅的烟碗 它在制作烟膏的时候 你的烟膏 必然会接触到这个碳锅 那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让你这个碳锅 跟烟膏 非常均匀的接触 而不是某一个地方碰到某一个地方没有碰到 只要它均匀的接触 同样可以实现均匀的烘烤 不是说你一定要有间隔才是会烘烤的体验 你全部碰到也没有关系的 就是需要 需要你操作好控制温度 不知道为什么我啥味都感觉都不是很懂啊 又回到了之前那个视频的那种状态就是 我们太着急了 它还没好 我们就着急的去抽 你看我们这时候就 就是你当其实有很多细节 需要大家去花时间去把握 例如说 这时候烟膜挺好的是吧 那你就去摸 我感觉到是烫的 就是手指头是烫的 说明它这个锅整体都是热的了 这个时候肯定就好了 对吧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预热好呢 就这个时候就预热好了 橘子啊柠檬啊味道都出来了 樱桃一涌 我感受是这样的 就是它这些味道融合在一起哦 融合出来的味道 我个人其实啊感觉是 我觉得其实还好 不见得非常的很非常的好 就不会让我觉得哇 这个非买不可 不会存在这种 因为我本身对味道来说 我比较挑 我对前面说的那个 香草可乐啊 还有那个泡泡糖啊 还有那个姜果 这个 姜果其实还是比较 姜果可能第三名 第一的是泡泡糖 泡泡糖水果 第二个呢就是那个香草可乐 第三个就是这个姜果 第四呢可能就这么了 当然还有一个还没抽 浓的时候其实还可以 就当大家去买年糕的时候 大家可以怎么去尝试呢 就是如果你平时喜欢抽橘子 抽柑橘这一类的 你可以尝试这种混搭里面 有这个味道的 它可以让你本身对这种味道 偶目一新 突然发现 原来这东西橘子 这个柠檬 可以混着樱桃 混着冰块 这样的混着来抽的哦 然后 然后又这牌太贵了 你没有货了 为什么 你可以尝试买其他的 去调配自己玩 对吧 这就是我一种一种分享 我不是那种就是 哎 这东西很好哦 没有了怎么办啊 没有了 你就没有地方买了哦 你就只能等我 这个有了以后再买 我不会了 我会告诉你 即使这个没有了 你可能可以学习它的搭配方式 然后在其他的牌子上 去运用这种搭配的手段 然后来 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 它只是给你一种借鉴 一种思路 就好像我们马力品饮料 这个饮料是打香火候和什么的 那你可以学习这个饮料的搭配方式 然后用在自己的身上 这样子的话 你的酒吧或者夜场 就能提供很多耳目新的东西 这样子 可能就会有 可能就更有竞争力 我想现在烟雾啊 应该是最大完美了 然后味道出呢 就是那种橘子啊 柠檬啊 我个人觉得 反正我对橘子柠檬感觉一般吧 我不是对这些味道非常的喜欢 也不算不喜欢 反正就也不算喜欢 所以我对这个整体搭配出来感受呢 感觉 嗯 还好 还好 一般我说 如果我说这种是一般 你可以理解没这种东西不行 你可以这么理解 我觉得它还好 说明OK还行 就是就是 其他的可能会很喜欢 但是我觉得 还好 是这样的 好感谢大家观看 速的研究为您呈现的 水烟 视频 拜拜